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OK 刚才send答案过来的人 基本上都 蛮多对的啦 只是有少部分的人可能题目 看错的东西 OK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答案 OK The following numbers have 3 as the prime factor 这个我刚才没有跟你们讲到 prime factor prime factor其实它也跟factor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它多了一个特征 就是它要是一个prime number来的 OK 所以这边啊 OK 记得啊 所谓的这个prime factor OK prime prime factor 就是它要是一个factor OK 加上一个prime number来的 它要是一个factor 而且它也要是一个prime number 就是讲着它只可以被1和自己除的而已 那个我们叫做prime factor啦 OK 所以第一个它讲的 哪里一个号码呢 它是有这个3 作为这个prime factor的 除了哪里一个 所以它已经写了是3嘛 代表这里只需要每一个放进去除 看一下它能不能够除到3就可以了 OK 如果它能够除到3的 这样它就不可以是答案了 因为它讲accept 它accept 代表着今天如果它可以被删除的话 这样子它不可以是答案 它要找那个不可以被删除掉的那个 所以你算到来你只会找到答案是c 第一题的 你280除3你应该会拿到一个小数的 就是280除3你会拿到93.33这样子的 OK 所以答案是c 第一题的 其他的你拿来除3都可以完整的被除掉的 OK啊 然后第二题的 OK the diagram shows some factors of 40 OK 然后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the possible values of x and y OK 所以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简单而已 你只需要把40的factor list完出来 再看哪里一个 它还没有讲到的 这样子它就是答案了 OK 所以我们list完出来40的factor 1乘以40 2乘以20 然后4乘以10 然后5乘以8 基本上这些没有了 OK 代表这些是它的那个factor有8个答案 OK 当然题目没有写完啦 题目有讲了什么 题目讲了1吗 题目讲了1 OK settle 1 然后2的讲了吗 2的也讲了 2的 然后4 4也讲了 OK 5也讲了 5的 5的 然后10的也讲了 OK 剩下两个x跟y 所以x跟y一定要是这些号码了 你的那个8啊 OK 然后你的那个20啊 还有这个43个号码 OK 所以这边放眼望去都没有这个40啦 所以40就不用理它了 OK 你就看一下剩下了是20跟8就可以了啦 所以20跟8 很简单的答案是 dong key啦 就这样子看而已 OK 然后第三题的 OK 所以你只需要一个一个去看就可以了 你先仔细看了 第一个9的 3是不是9的factor 对咯 这样9是不是36的factor 也对咯 OK 所以第一个答案呢 不可以是答案了 因为它要讲not的 它要讲不是这个x的value 我们知道a有可能是x的 所以不可以 到boy的 3是一个12的这个factor 对咯 3乘4可以变12吗 OK 这样12是不是36的factor 也对咯 因为12乘以3 可以变成30 36 代表着这个也不可以 OK 然后c的15 OK 3是不是15的factor 对咯 3乘5拿到15吗 然后15 是不是36的factor 咯 不是了 15讲变变变来变去 它的后面的号码 一定是0 或者是5的 不可能有36 这种东西的 OK 所以第三题答案是c 15 OK 这样子吧 然后第四题的 OK the following pairs of numbers have 1 2和4 as the common factors except什么 OK 所以今天 几下的号码都有这个1 2和4 当作这个common factor 你只需要把它一个一个list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比较 一下子想不到这样多的话 你就跟它一个一个list出来 你看哪里一派东西 是没有这个1 2和4当作这个common factor 这样它就是答案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OK 1你可以不用看了 基本上1是每一个都会有的 只是讲还要有2跟4 你的focus要放在2和4的身上 2和4 OK 那么你就看一下16能不能除2 16可以除2 OK 对 16可以除4吗 也对咯 4是16 24也可以除吗 所以代表着第一个不可能是答案了 因为他都可以做到的 他要accept OK 他要accept 再看一下boy的 16 16可以除2吗 16除2拿到8 OK 16除4拿到4 28呢 28也可以除2 28也可以除4 代表着boy也不可以是答案 OK 你这样子一个一个顺利找下去 你就会找到答案是我们的C了啦 OK 因为18是不可以除4的 OK 18可以除1没有错 18也可以除2 但是18不可以除4 你除出来你会拿到一个小数的 OK 所以第四题答案是C啦 OK 然后第五题的 OK Find the highest common factor of 36 84 and 108 OK 这个叻 不需要像我刚才写的这个步骤样子啦 一个一个list list要填黑咯 它有一种除法的那种L型的那个除法 我称它为L型除法啦 OK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基本上你只要有学过了数学 应该都不会对这个东西陌生啦 OK 只是这边我有点难写这个号码啦 OK 你就先把三个 号码给丢了 就先36 84跟108 OK 36 84 跟108 你要做的步骤呢 就是跟它除掉它 对啊 用那个L型除法一直去除掉它 所以我们大概大概啦 我大概大概 可以我放大一点点 OK 大概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OK 有点走位的话不要理它啦 OK 它要我们做什么 highest common factor 就讲你 记得啊 highest common factor是你要 除的号码是三个号码 都可以共除的才可以 OK 它不像lowest common multiple 这样 它不算LCM这样子 LCM呢 是你要跟它除到全部变成1 如果是HCF的话呢 你要确保你的号码 除到它 不能够共除为止 OK 所以这边我们从最简单的2 开始放 因为2是可以除三个东西的嘛 OK 所以36除以2 你会拿到一个18 OK 然后84除2拿到你的42 108除以2拿到你的54 OK 然后接下去 再除过 OK 除到它这件事 基本上是最小的 它们不能够共除为止 OK 不能够一起除为止 所以再来除2咯 再除2 OK 18除2拿到9 42除2拿到21 我是除2拿到27 这样子 OK 然后你以为停在这边 这样你就错了啦 OK 它不能够除2了 但是它们还可以除3 OK 再除3 OK 339 7 3 21 然后93 27 所以3 7 和9 OK 3 7 还有这个 9 OK 除到这边呢 真的就不能够再除了 你可能讲可以吗 可以吗 313 339 这样你的7怎么办 不可以了吗 代表着停在这边了 OK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 HCF FSTP你应该拿到一个12 12 就是这样子而已 OK 所以第5题答案是12 就这样子而已 给大家小心一点咯 做这个时候记得不能够可以除一个号码是 只可以除其中几个不了 它不能够供除的话你就不能够放下去 除非你是做这个LCM 除非你做那一个GSTK 这样子就OK OK 如果是FSTP你放的号码一定要是能够同一个时间被三个号码所除掉的 OK 所以第5题答案boy 接下去 第6题的 OK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the common multiples of 16 and 24 很多人看错题目这个 它要common multiples 不是要common factor 因为我看到蛮多人选A的 OK 看清楚来题目 它要common multiples 代表着它的号码一定要大过16跟24的 它的倍数嘛 OK 所以它的倍数只可以是donkey donkey OK 16乘以3拿到48 24乘以4拿到96 所以它放大了已经 common multiples OK 然后今天它们是共同的 你跟它list出来不了 16的common multiples你list出来 然后24的也是跟它list出来 你就会找到48跟96 OK 就是这样子而已啦 OK 然后接下去 OK 到第7题的 Determine the lowest common multiple of 16 28跟32 好玩啦 这个题目又来了 18 16 28跟32 做咯 OK 我们照写吧 18 一讲18 16 28 跟开那个是32 OK 做我们的那个GSTK 所以做GSTK 一样照做吧 一样L型的除法 OK 一样我们可以从2开始 很多号码都从2开始的 OK 所以这边呢一样是8咯 OK 16除28 然后14 然后后面这边是16 OK 过后呢 一直除 除到全部号码变成1为止 OK 所以再来咯 再除2 慢慢除 不用整个 12 8 7 2 14 8 2 16 OK 再来继续除 OK 可能你讲今天老师 如果你不要直接除4 最好是放2慢慢除就对了 OK 因为你放4有些老师讲 你可以放2你要先放2先 OK 所以不要跟他冒险 放回2就好了 从最小的号码开始 OK 你继续放咯 OK 2 17的话不能就照放住你的7 1 然后12 8 OK 再来咯 再除不了 可能会长一点 你就照做不了 OK 不要take risk OK 再继续做 又继续除2 OK 2 1 2 然后这边是7 然后后面这边是2 OK 又来咯 来的意思 OK 所以你又要继续除过 再来除2 OK 1 7 这边是1 剩下最后一个7 了嘛 你就直接给他除7 就好了 这样的话 OK 直接除7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7它是一个prime number 他们左边这些号码 一定要是prime number 来的 所以你不能够直接跳去哪4 OK 你要从你的prime number开始 从2开始 2 3 5 71 这些号码去做的 OK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 学校老师有讲过这个东西吗 OK 记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最后全部变成1 OK 到这边你就已经把它给做完了啦 OK 然后记得你要写回你的那一个 OK gstk的话 或者是讲你的那一个lcm OK OK 也就会等于 照乘会写咯 2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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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7 写清楚啦 写清楚啦 不要乘少一个 或者乘多一个啊 5个2嘛 乘以5次 OK 所以5 4 然后再乘以这个7 你就自己找啦 OK 放你计算机 照按不了 OK 2乘2 乘2 乘2 乘7 你拿到一个224啦 OK 224 代表着这三个号码相同的那个倍数 会是224 OK 所以答案是A咯 OK 然后last one OK 16 is a multiple of y and y is a multiple of 2 OK 就是要你找什么 就是要你找今天 2和16的common multiple啦 OK 他们的那一个 等下 16 is a multiple of y 不是不是 sorry看错了看错了 你一个一个看就对了 16 是multiple of y 也就是讲的今天啦 OK 其实啦 这个可能有点烧脑啊 16 OK 等于这个multiple of y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y 等于这个factor of 16 一样东西 OK 等巴雷乖也讲不了 16是y的倍数的话 就讲这y它是16的这个factor啦 一样东西 你就看哪里一个 OK 是这个y的factor 然后同一个时间 y也是要一个 它也是什么 y is a multiple of 2 y也要等于 2的这个multiple 所以你就看看一下 第一个号码可不可以 他问哪里一个是y嘛 6的话 6 是不是multiple 16 是不是6的那个multiple 就不对了啊 6怎样可以变成16 不对 OK boy的 OK 8是不是这个 16是不是8的multiple 对咯 8乘2去到16吗 OK 再看8 是不是2的multiple 也对啊 2乘4可以8 代表答案是boy啦 OK 但是如果你不确定 你跟他做完它先 做买那个c跟donkey的 所以c的再看 16 is a multiple of 12对吗 就不对了啊 12怎样去到去16 OK 这个也错 OK 然后donkey的更惨 16是multiple of y 如果是multiple的话呢 OK 他今天这个不可能48 他是比较小一点的 OK 如果你讲y的multiple y式的一个 16的factor的话 他应该是1啊 2啊 这种号码的 所以donkey的也不太可能 所以第八题答案是boy啦 OK 就这样子吧 OK 这样我们今天的东西就到这里而已啦 然后ok 有一些人哦 有三个人已经是不见掉了的 OK 就是我不懂他是去哪里啦 OK 变到我的那个点名已经是不准了 因为有些已经突然间失踪了 OK so 暂时就先这样子先 OK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就去啦 OK 就这样子吧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